喂喂喂 你在做什麼呀? 我在找我的夢想 歡迎各位聽眾繼續收聽香港電台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節目小念頭大夢想 這半個小時繼續有Odino陪伴大家 近來就興起很多什麼什麼頻道 很多藝人都繼續做自己的手作放上去賣 究竟生意好不好? 還有會不會影響到我們香港本土創作的年輕人? 今晚就要介紹手作品牌的創辦人 原來都是來自我們的AYP香港青年獎勵計劃的金章得獎者 他聲稱小時候坐不定 成績又不好 讀書又不好 還有被老師說他是垃圾 非常可憐 無意之中被他認識到海玻璃和升級再造 究竟這兩件事是什麼呢? 我們請我們的SEGAS Jewelry 852的創辦人阿包 跟我們講一下這兩件事是什麼 阿包你好 大家好 首先講一下你的手作品牌這個名字 為何好像很溜溜 其實SEGAS Jewelry 852 一聽名字就已經是把我們的品牌所做的事說出來 因為我們的中文名叫海玻璃 直譯做SEGAS Jewelry 那SEGAS Jewelry 那SEGAS Jewelry是什麼? 那SEGAS Jewelry代表了香港的區號 是喔 沒有留意不到 會不會只有我一個留意不到? 都不會 其實很多人都會問這個問題 但當告訴朋友 852就是香港 他們說是喔 正正是 我的反應是超大的和超浮誇的反應 正正是一個香港的本土創作品牌 可以代表到 那究竟什麼叫海玻璃呢? 跟我們一般見到的飲水水杯玻璃是怎樣的? 其實海玻璃是我們在沙灘收集回來的一些玻璃碎片 嚴格來說 它跟我們普通的玻璃是沒有分別的 但是它多了一件事情 就是經歷了風沙侵蝕 經歷了海浪的沖沙洗禮 就形成了這個海玻璃 咦?有什麼不同? 是比較殘忍的意思嗎? 有些歷練 是會好像碎片一樣去撿 還是我們看那些浪漫的劇 有些玻璃瓶飄浮在海 是撿那些還是怎樣的? 其實是玻璃碎片來的 碎片? 不過就是一些不利已經很圓滑的玻璃碎片 那什麼叫做升級再造? 其實升級再造是原本我們要放進垃圾桶的垃圾 但是我們經過一輪的藝術創作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新的包裝加工之後 令到它不需要再放進垃圾桶 那就會是一個升級再造 因為升級再造這件事可以當是一個行為 一個行動來的 以往我們經常都會說是 譬如會是回收這樣 但是升級再造就是直接把那個 我們將要放進垃圾桶的那件垃圾 將它改變它的形狀 或者用途去令到它重新有一個第二的生命 我知道這個品牌五年前開始造的 那有什麼令到你可以踏足這個自己創作品牌的這條路? 其實那時候剛剛我工作的時候 就在南亞道工作的 那和一班同事發現了這些海玻璃 那大家都在想其實有什麼用途呢? 那我們就去做一些researcher 就發現其實在外國原來很多人就會拿這些玻璃碎片去做一些食物 那我們就仿效了這個方法去做我們香港的海玻璃 那品牌就是這樣開始的 那現在你的品牌有多少人幫你手? 其實主要都是我自己一個人去做的 之後的時間我離開做公司 也都將這個概念繼續去營運 那你形容你自己的品牌是當垃圾遇上垃圾 很特別的,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說法? 因為其實我小時候讀書成績不好 曾經試過媽媽接我放學的時候 老師就拿著我出去找媽媽 那時候她就跟我媽媽說 你女兒再這樣不讀書 跟垃圾沒有分別 那這句說話其實可能在當時我沒有什麼大的意識或者印象 但是在一路成長的過程之中 原來這句說話是對我有一個很大的影響 因為我做事沒有目標,沒有夢想 也都不知道自己做什麼 甚至乎讀中學的時候 我只不過想著隨便讀中心出來做事就算了 那去到其實之後在一路讀書的時候 參加不同的課外活動 就學會了做事其實是有行心有堅持 還有會多了一點就是做事會有一個目標 是的,跟著去到出來做事 認識了這個海玻璃之後 那就發覺其實海玻璃跟我有一樣東西很相似的 就是其實大家都是等著人去認同和常識 所以我們就會有這句說話出現 就是當垃圾遇上垃圾的時候 就變成一個很好的品牌出來了 垃圾都有發光發亮的一天 我知道你也是我們AYP金章的得獎者 你玩AYP的時候是哪一個階段 是很垃圾的階段 還是已經有一點點醒覺覺悟的階段去玩 其實我考銀章的時候 開始都還不知道AYP是什麼一回事 或者其實要做什麼 是的,但是當我去計劃我自己要做什麼 之類之類的時候 開始發覺其實原來做事 一步步是可以有目標 還有去慢慢是可以去達成 是的,就是這樣開始慢慢走我這個AYP之路 那我們玩AYP的五課之中 有沒有一些東西令到你現在創作這個手作品牌是有得著的 其實我想我在考金章的時候 最大的啟發和得著就是一份堅持 是的,因為其實我考完銀章到我決定去考金章的時候 其實都有成幾年的時間 是的,但是在這段時間裡面 完全是想著我覺得我是會考不了的 因為其實我去考金章的時候 然後是我23歲多的時候 是的,才正式開始進入第一個計劃去考我的金章 那很多人都告訴我 其實年多的時間是沒有可能完成得了五課 是的,但是我就去用了一年的時間去完成這件事 但是身邊有沒有不斷有很多朋友去幫你 有,有 都有一班好的朋友一直支持著你 扶持著你 是 好了,創業路上或者追問的過程中 一定是遇了很多波折 才會有它的成就 那你創造你自己的品牌 這段時間有沒有遇過一些很低潮 或者很厲害的挫敗感 令到曾經有一刻想放棄 一直都有很多不同的挑戰 例如其實可能在很初期的時候 這個品牌出去擺試集的時候 會有些叔叔會說 你的垃圾是不值錢的 其實這些說話對我來說很大的打擊 我會其實問自己是不是真的 即不值得我花時間去做這件事 但是也很慶幸的一件事就是 這個品牌第一次出了試集之後 即時也有媒體的迴響 它的報導 令到我再次去堅持這件事 因為我看到身邊的朋友、家人 甚至一些公眾人士都認同 即家人都很支持你去做這件事 是的 有沒有做過一件我們叫藝術品 你的手作裏 你到現在的現時為之很滿意的 是直接覺得它是我暫時整個人生中 我powerful有這件事出現的手作在 近期的一個創作 就是用海玻璃去做一個字的拼貼 是的 其實這件事都挺有趣的 因為其實這是一個訂製的產品 是的 我的客戶其實 初初溝通的時候 已經將稿定了 但是原來大家都沒有在意 一件事就是一個字是擺錯了位 是一個字來的還是幾組字 其實是四個字來的 是的 有些字原來擺錯了位 但是大家在看稿的時候都沒有發現到 然後到已經把第一張圖 玻璃貼上去的時候 想著可以交貨的時候 發覺錯了 那怎樣處理 是的 之後這樣就沒有辦法了 唯有都要留東西去 立即做好它 因為其實這個是 就是朋友是訂來送給人的 是的 其實這個作品是 這麼多年裡面是第一次做的 但是其實效果是很美的 是的 搞到我都心癢癢很想看 但是我知道一定是關乎客戶的詩癢 一定是沒得看的了 那所以呢 為了我彌補回 我沒得看這個心靈的創傷 現在我們跟大家先聽的首歌 稍後回來再跟阿包繼續聊天 好啊 有一天 他終於會遇到我 這剎那即將發生 給我找到 喜歡的不會喜歡我 我愛你但你不愛 但你相亂到失戀 太累了嗎 我愛你但你愛他 誰是你 愛戀的場地 買不到戲票 等愛的滋味 又一天 他終於會遇到我 這剎那即將發生 三分鐘後那可出錯 著我 彎彎都一圈走到街角 看得了解得再轉 總會找到 水一半數百一張臉 一式間翻了粉紅 一分鐘心跳加速 你會發出 你不願意想到 這剎那像個鴨巴 來伴我 愛戀那場地 買得到戲票 相愛的滋味 有一天他终于会遇到我 借杀那即将发生 三分钟后哪可出错 全个环都一圈走到街角 看了解等再转 终会找到 又一天他终于会遇到我 借杀那即将发生 三分钟后哪可出错 就算斗斗转 终会碰到你你你 随我不过的路 发生了我找到你 你要给我很多天 天天也说我爱你 就这么简单 可以的话 喜欢的总会喜欢我 我爱你是最可爱 相恋一天到一生 也是你吗 你爱上也是我吧 有听众静静静的Inbox我问我玩完香港青年奖励计划AYP 拿完那张还有什么可以做 我答他当然立即加入Award Network AYP在2011年开展了奖励计划网络Award Network 联系着历连爱丁堡工作奖励计划DEA和AYP得掌者和资深义工 给大家更加紧贴AYP的最新动向 凝聚所有人的力量推动AYP和支持香港的青年服务发展 好继续回来录音室和阿包继续聊天 阿包我知道你有政绩的 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透露一下你的政绩是什么呢 其实我的政绩是在庇护工厂做导师的 好充满正能量这件事 都OK的 其实会不会就是这些正能量 平时可能追梦或者创业的过程 其实可能很多辛酸事的 甚至乎是遇到很多不愿意的事 会不会是回到去院舍的时候 看到他们反而给了很多正能量 令到你觉得人生之中是充满希望的呢 都会的 其实有时候有些问题 可能未必即时可以解决到的时候 就会想 既然我跟他们相处都相处到 其实有什么是难倒我的呢 我会这样想 那真的给了很多的思考空间 工作和你的设计 怎样可以拿到平衡呢 我又没有刻意去找一个平衡点的 所以其实有时你有正职在身做一个手作 你不能够很全心全意去投入 那变了有些东西可能晚上才做到 但是可能是接客的事务 你是真的只是日头才做到 那变了你怎样去腾空这个时间 可能就真的靠自己吃饭时间 那这样就去做处理 其实都很辛苦 会的会的 如果晚上才开工 在哪里做事 可能是一些执照 或者是砌portfolio 或者一些宣传的东西 就会在家里做 那真正落手落脚做呢 有什么地方可以给你做 其实我会在我的共享空间那里做 OK 共享空间 那会不会遇到很多星星相识 大家同样是做手工 或者是从业艺术的朋友 都会的 通常都是大家会聚集在一起 都会聚集在一起 那好了 讲讲聚集 你的灵感呢 你创作的灵感其实来自哪里 其实创作的灵感有时是生活 因为透过生活 我们可以想得阔一点的东西 譬如在生活当中 大家喜欢什么呢 那我们就尝试去加进去 我们的创作里面 会不会有些 其实是你自己可能 个人很想跟大众讲 或者有些message想讲出来的 但是你用口讲不到 就套入了在一些艺术品里面 我又没有很刻意去想这件事 但是通常都是 一路做的时候就会 将自己那个感受投放下去 所以反而反而反而有很多时候 是那些朋友来到可能我当口 或者是见到我的东西的时候 他们会说 我觉得这个给到我一点什么的感觉 这样 讲得中的都 都OK的 很厉害的 我刚才在我们上半部分 你说到其实是会有客户去订阅一些东西 有没有收过一些很奇怪的单 是奇怪到你不想做 或者是根本是可能你觉得 做完出来的事情都不会漂亮 然后就因为艺术的角度而禁止了不做 那我们很幸运没有 我们没有 但是令到你最开心 或者接一个单是令你最开心的 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反而如果你说最开心 我是做workshop 因为透过workshop 除了可以分享到我们的环保概念 之外就是可以分享我的个人历程 这个我觉得是最开心的 有些机构会买个workshop的service 你就去那里教他们做一些小手作 那你就提供那些材料 通常target是小朋友多 还是可能是成年人来的 其实我们什么人都有 因为小朋友 我们可能就是着重环保意念会重一点 去到可能是中学 或者甚至乎我们近期有一个 是跟一些老师做的一个workshop 就是一个工作的職人 或者是一些个人发展 会多一点的一些分享 甚至乎我们去到可能一些嘉年华的分享 我们会有些老人家 会去来到一起 join我们的workshop 老中青都可以被你感化了 把我们环保的信息 和把你的品牌都传扬开去 听你这么说 其实都挺辛酸的 那你又正职 又要做创作 可能睡的时间都没有了 有什么令到你这么坚持去做呢 其实我想那份坚持就真的是来自我一句slogan 就是当垃圾遇上垃圾 另外其实就是一个玩紧张的体验 那其实你会不会都想多一些年轻人 都套用到当垃圾遇上垃圾 你这句slogan呢 我们都会的 现在都很主动推广我们的workshop 因为透过workshop 我们想将这个信息更加深入地带到给他们 好了那讲到垃圾了 你现在这一块垃圾 就发生了一个很完美的艺术品 那你最想多谢是谁 妈咪 其次就是一直在我的品牌 一直成长的时候 帮助了我很多的朋友 因为妈咪都是由 初初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去到开始去接受 甚至乎去帮我一起去摆档 或者去执玻璃 这个过程是一个很无形的一个支持 那创立了这个品牌 那会不会其实就是你自己内心的终极梦想 还是还有些更加云远的梦想是很想做的 这个是其中一个梦想 因为其实在开始之前 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品牌 是曾经尝试过的 但是就失败了 但是就刚刚在今年年头的时候 我就再次有一个新的机会去做这件事 其实这个目标已经是经历了十年了 其实如果给这个处境看你了 你现在要你收拢了 不做了不再做任何海玻璃的食物 给你做最后一件 这一件你会想做些什么呢 我想我会做一个灯座 为什么会选一个灯座呢 因为其实灯光打下去玻璃的时候 会折射一些光芒 就希望这个坚持可以继续发光发亮 非常之好的概念 那有什么说话 可以跟现在的本地创作人说 或者是你经历过这么多东西了 有什么的提示可以告诉我们 现在新一代的年轻人 如果他们很想从事 创作手作这个行业 有什么提示可以给他们呢 任何东西我们不要介意去放胆去尝试 那试了就算是错 只要我们将错的东西去纠正 加上坚持 那我们一定是会走到我们想走 今天很开心跟阿包聊天 那我自己的得着就是 垃圾其实我也被人说过的 实不相瞒 那其实真的不要介意 究竟自己是不是真的一个垃圾 只要你觉得自己不是垃圾 你总会可以变成一件很漂亮的手饰品 那各位听众 如果你这一刻 你曾经是有梦想 但是你放弃了 因为某一些的恶意的攻击 又或者有一些无意的攻击 令到你自己的梦放下了 一定要好好地去珍惜你的梦 继续就算垃圾 都可以遇上另一件垃圾 夫妇是会得正的 今天非常之多谢阿包和我们聊天 那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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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